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造就了当地的渔业和旅游业 沿河两岸的泥帕树和硕尔树 更是孕育了亚大屋顶制作这个传统行业 位于雪岚河沿沿岸的干板关丹 是国内知名的萤火虫观赏景点 然而早在旅游业还未进驻这个村子以前 村民们几乎都以制作亚大屋顶为持生计 土生土长的执马鲁顶 就来自三代以制作亚大屋顶为生的家庭 现年55岁的他早在10岁的时候 就协助父亲维持这个家庭 这两种树是生长在热带涨的 小则潮湿地带的棕榈科植物 不过用硕叶制成的亚大屋顶的需求量 已经不胜从前 所以他们目前专注于生产泥帕叶制成的亚大屋顶 他在山中的医院的室友 这种树是生长在室友 在屋顶前的银上 它是相对于银上的海洋顶 所以它的茎 所以它们回到墙长和小刀 它们连长更多了 只要接货订单 加马鲁林就会乘船到沼泽丛林采集叶子 正所谓功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每当抵达目的地时 它会先将八冷刀磨到锋利 才深入丛林采集 戴在身上的八冷刀 不仅用来砍取 nepa叶 也用来砍树开路 这么一来 既方便它查看是否有蛇 也方便它找寻适合制作亚大屋顶的叶子 我们在用丛林采集叶子 或丛林采集叶子 我们必须择选择 大屋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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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年68岁的Dainab 就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编织师傅 家族几代人都以编织亚刀屋顶为兄 只是他的下一代 已经对这门手艺不感兴趣 他指出以往这份工作能够让他养家活口 现在只能为他赚取微博的薪资 只因为裁业者越来越少 他在早上就开始裁着 到午五至六时 就要裁着五十五 如果有肌肉就要裁着 不关系别人 只要裁着肌肉 如果肌肉就会裁着肌肉 就要裁着肌肉 如果不,就没有 这部肌肉就已经裁着了 一年才已经裁着肌肉 还得经过一到两个星期的 不晒风干才大功告成 加马鲁连也坦成 这是一项漫长且吃力比较好的工作 这一切是最初的工作 像是沙沙 我们必须去坐船 当时我当时是沙沙 我曾经有很多发生 好像是沙沙 沙沙 它是在沙沙 而是沙沙 因为沙沙沙 沙沙沙沙 所以这是从家人发生的 我对他们能去讨ру 他们想去山沙沙 因为这种工作,第一,我们需要忍耐 由于污垃圾,我们要去训练 我们也需要忍耐自己 如今,亚当屋顶虽然被新版屋顶 和瓦片屋顶给取代了 但是亚当屋顶依然无所不在 只因为消费者都把焦点转移到他所释放的情怀 这种食物是一般他们喜欢用的 因为它很酷 如果它们是用的,它们是用的 它们是用的,它们不会太热 这种食物是用的,它们是用的 以前的食物 所以这种食物也需要人们尝尝 也需要人们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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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作为萤火虫的观赏景点 甘榜关丹,迎来了不少的游客 看准这一点的它们 近年来也将这里打造成生态旅游景点 好让更多人能体验亚当屋顶的制作过程 不然再过几十年 我们就只能透过博物馆的橱窗 去缅怀这个消失在历史长河的民间手艺了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